上午8點半左右 男子穿著雨衣進到彩券行 手上亮出一把折疊刀 直接走到收影機前 隨手抓起桌上鈴錢 放在那個背台上面 大概多少錢 3300 3300 他有拿一些 你有看他手上有拿一些霧氣嗎 手上有拿刀 那麼長 手就是在撞一刀進去 嗯 他就說搶錢 他沒有鋒進去 就直接闖進來 然後搶的時候要走這樣 店員一開始以為男子 要來買彩券 沒想到直接行搶 店員試圖阻止 雙方發生拉扯 歹徒隨後跑出彩券行 外頭早有一輛機車接印 揚長而去 附近水果攤的老闆娘 目睹整個經過 我就跑過去看 那個人就跑出來了 我就喊一聲搶劫 搶劫我要去看摩托車 號碼的時候 就沒看到 看他那個餐廳的上一台 另外一台摩托車 有人載他 被搶的彩券行 就位在熱鬧的 攘岸市場商圈 人潮相當多 一度驚動附近商家 警方貨報 立即到廠拉起封鎖線 隨即展開 追擊嫌犯 在短短不到一小時 就在嫌犯家中 刷到兩名嫌犯 都有毒品前科 二十八日八時許 本分局貨報 城峽內謀彩券行 遭兩名男子刑搶 店家開門營業時 一名男子 趁機持刀刑搶 另一名男子在外接印 店家損失新台幣 三千餘元 兩嫌放案後 隨即集成機車逃逸 本分局 詹密擴大 調閱影像 迅速掌握兩嫌身份及行蹤 經動員警力查契 在警方貨報一小時內 將兩嫌逮捕到案 並於現場起貨刀蟹 全案依加重強盜罪 移送地檢署偵辦 年關將進金融機構 採券行 金錢出入平凡 這起搶案發生在 熱鬧的金融市中心 還好警方在短時間 能夠順利破案 讓商家能夠安心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